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八字 己事物成甲饮丙饮 这是一个难命 他说他负债很多年了 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情况 我们一听就知道 他的一个财运的状况 并不是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八字 他是怎样的情况 天干丙火生物己土 地支银木两个 克成土生事物 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虽然他财很多 可是实际上他是破财的现象 很多人就会说 应该这个就是所谓的财多生路 但是事实上财多生路 他不是有一个劫财运吗 应该也会好吧 可是实际上从头到尾没有好过 为什么这种情况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靠生强生弱 不是靠格局 也不是靠用神 他靠的是五行流通 我们看一下 他进入这个运他会怎样 天干以木生丙火 生物己土 天康看起来没有问题 可是他的地支 以木去克尘土 丑土 再生事物 各位 原本我只是破一个尘土 现在 还多一个丑土 那这个当然比原来更糟糕 自然在财运的部分就是会不好 你再从事跟财运相关的事 很容易就是负债累累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然而破财并不是赚不到钱 破财是要学会存钱 不是赚到钱了以后 想要说用钱再去赚钱 破财的人会死得很难看 而是赚到钱存下来 你拿去存起来 绝对存得下来 但是你想要用钱滚钱 绝对非常的危险 所以各位要清楚 STOP 像这一种情况 你知道你是破财的 像的时候 学会存钱 而不是想要移钱滚钱去发大财 很容易一次致命的失误 你就 破财连连 负债连连 就很难在东山再起了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我私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